孙安佐在笑脱光光,用这招躲过勒令退学。 第一,孙鹏独自孙安佐在每一句要开枪扫射学校的玩笑话,为他自己与父母都惹来大麻烦,各种有关孙家的负面爆料也层出不穷。 然而这些争议行为的背后,其实隐藏住孙安佐生活富裕优落,但心灵寂寞孤独的童年。 和孙安佐一同就读康桥国际学校的同班同学向本刊吐露,孙安佐在笑一直是个问题学生,经常被老师叫去谈话。 他做过最惊人的事情,就是某天晚自习将自己全身衣服,包括内裤都脱光,和在场男同学们打打闹闹。 晚自习结束后,孙安佐还跟住一群男孩在外头逗留到很晚,搞得隔天的第一堂课,包括孙安佐在内的其他男生全数迟到,统统被老师痛骂一顿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